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孕期二十周的B超检查时 医生发现杨夕的这一胎竟然不偏不倚地长在了上次剖弓柴手术后的斑痕上 这种情况在医学上叫做斑痕认身 如果女性在生育第一胎时选择了偷工产 那么子宫就会留下斑痕 这个地方常常有微小的裂痕 工腔和粘膜层不完整 肌肉层之间更有缝隙 再次怀孕时 胚胎如果刚好在附近着床 就像一颗种子一样 像肌肉层生长 生出根须 把肌肉层撕开 容易导致子宫破裂或打出血 也就是说 阳西的这一胎既脆弱又危险 简直就像揣着一个 随时都有可能爆炸的炸弹 她只能小心翼翼地卧床两拍 生怕稍微一活动 子宫就会破裂或出血 生老大还是太顺利了 40多之后一抛 二十分钟搞定 然后现在呢 要这么艰辛地去保一个孩子 跟咱们命去换 然后呢 也在病房里遇到了很多病友 然后他们也是特别辛苦 去 有一胎的有二胎的 都这样去保 其实大家都不是特别知道 什么叫中央性前二胎胎 也不知道第一胎胖股产 完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所以我也没觉得 我老大都生得那么顺 我生个老二应该更容易 也过了七年 尽管活动不变 杨夕却很乐观 可是丈夫却害怕了 如果生这一胎要冒这么大的风险 那为什么不尽早解决掉这个炸弹呢 继续认成的话 随时有可能大出血 因为中央性前世态 随时有大量应到出血 母子都有危险的情况 就是说继续怀着 再进一步怀孕的话 随时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随时就得救命性的 做胖宫产手术中止认成 那么但是如果是害怕 这种随时出现的危险 那是不是当时就中止更好呢 当时对他的病情来说 即使马上就中止 在没有大出血的情况下 就直接中止的话 那么也有可能出血非常多 而且呢有切除子宫的风险 这样的话经过他们 我们跟他一起讨论 也就是说他愿意冒着风险 进一步怀孕 进一步认成 既然早期中止认身也很危险 杨夕觉得不如兼职下去 说不定还要转机 他尽全力守护着这个脆弱的子宫 然而情况却越来越糟糕 随着胎儿发育 他的胎盘竟然慢慢地穿透了子宫 长到了膀胱上 甚至还有一部分 长到了前腹壁上 子宫已经跟随他三十多年了 这还是头一次 杨夕这么清楚地看到 自己子宫的样子 而对陆主任来说 眼前的盒子片太震撼了 在做出决定之前 他必须要向杨夕解释清楚 先跟你说说什么是中央型前置胎盘 那么实际上正常人的胎盘 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比如说这是你的 你看这是你的孩子的头 这是子宫 正常的子宫 在盆腔里头是这样 那么正常人胎盘长在哪呢 应该长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位置叫正常位置 那么你的胎盘长在哪呢 长在宫口 堵着宫口这个地方 在下头这一团 这是胎盘 陆主任尽量用形象通俗的语言 向杨夕解释者 从这张盒子片可以看到 胎盘血管已经穿透了子宫 长到了膀胱上 这样的话 即使手术取出宝宝后 胎盘也无法剥离 子宫无法收缩直解 就会造成难以修复的严重大出血 那么这个胎盘就像树根 那么这个胎盘 它要长在了子宫体部 子宫体部的内膜血管非常丰富 它就吸收子宫内膜里的血液就足够了 就不需要再往身里长 那么要是长在这些斑痕的地方 或者长在这个下肚的地方 这个地方血管非常少 那么这个胎盘就是这样 如果长在这些异常的部位的时候 它要深深地扎在里面去 像树根应用使劲到处生长 它才能够得到足够的营养来供养胎儿 正常的胎盘组织 应当附着于子宫上部 产后可以刺行剥离 而中央型前置胎盘 是指胎盘附着于子宫下端 甚至覆盖宫颈内口 斑痕肤认身 是指孕囊着床在了曾经做过手术的子宫斑痕处 胎盘植入 是指胎盘的绒毛 侵入部分子宫肌层 就像树根一样穿透了子宫肌壁 而阳西就是这样一个 即中央型前置胎盘 斑痕认身 胎盘植入 三种妊娠期高危并发症于一身的准妈妈 听完陆主任的话 阳西的血压一下子上来了 生二胎的风险 他不是没有想过 但从来没有想过自己 有可能下不来手术台 真的要拿命运去换 我当时就坐在那 就坐不住了 就觉得头晕出不来气 然后一摸脉搏140 只说最严重的 我听着我当时记录的 最怕的就是 一个是造成蜜药这一块有一个灶漏 就是你的后半辈子 可能就要带着那个尿袋 到哪你就要带一个尿袋 不是在那给奶瓶 这个是我特别害怕的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大出血 大出血的话 可能就是命没了 就是这两点 其他的说切个子宫 胎盘免不出来 胳里边治疗半年 这些我怎么慢慢接受呗 但是前面那两个 我觉得我很难接受 今年二胎政策全面放开了 一时间 无论微信 微博 还是各种媒体 都随处可见 二胎两个字 甚至最近连朋友之间打招呼 都快成了 嗨 你要生二胎吗 不过 生二胎可不是一件草率的事 对于第一胎是破公产的辣妈来说 在快乐冲进第二胎的同时 也要知道 这还是个危险的事 如果说 在准备做要二胎 让我们在之前 应该对 如果说有破公产人生的话 这种历史 应该对破公产的这个斑痕 用超生或者用核磁进行一下评估 看这个斑痕有多厚 斑痕长得是不是很匀称 那么在认识以后 要及时的到医院去检查 要给胎盘定位 看它是不是在这个部位 如果不是在这个部位 植入的可能性就明显的会减少 所以及时的到医院去检查 做正规的 微产期的健康保健 也是非常重要的 女性怀孕后 子宫一直不断的增大 子宫肌纤维被伸展拉长数百倍 临产时 子宫又会一阵阵的不断变薄收缩 免出胎儿和胎盘 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子宫 完全能够承担起这样的重任 然而 像阳气这样的斑痕子宫 十分的脆弱 再加上穿透性的胎盘植入 胎盘根本无法自然剥离 稍有不慎 在生产过程中就会发生大出血 危及母胎生命 也就是说 杨夕很有可能因为大出血 丢掉性命 当知道那一两天的时候 状态特别不好 后来想开了 那就天天游泳呗 这个坚强的妈妈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除了丈夫和家人 她的身旁还有北京朝阳医院最强有力的医疗团队 提前三周 朝阳医院医务部就开始组织多科会诊 共同讨论阳系的手术方案 麻醉科高建宫 放射进入影像中心蒋涛 书写科张磊 外科ICU李文雄 泌尿科张军辉 他们都来了 现在的手术方案可行吗 还有什么疑漏吗 大家讨论了一次又一次 仔细的斟酌权衡 因为每一个决定都事关患者性命 第一套手术方案当时想的是保留子宫 但是不是说出血很多还强行保留子宫 当时我们是想着用一个巧妙的办法 把出血的部位给它压迫上 如果第一套方案不行 很快就实行 第二套方案 那么第二套方案呢 就是从子宫体部把小孩取出来之后 那么如果要是保留子宫不成功 马上我们就先把子宫 就把卡内动脉解渣 然后随后呢 再进行切除子宫的方案 在场的每一个人心里都很清楚 不管采取哪一套方案 这都将是一场密血的应战 这些病人出血的风险是极其大的 尤其像他这种明明知道 他胎盘之入 这种出血 量大 而且他具体出多少量很难预估了 杨夕母子面临的也不是一台简单的破空柴手术 这台手术中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应对大出血 没有医学常识的人往往不能够理解大出血有多可怕 我以为一边出血一边输血就能解决问题 可是一边放水一边注水那是游泳池 在手术台上如果一个人失血到2000毫升就会出现血液不宁甚至器官功能衰竭 想救起来十分困难 我们正常的人体啊 他的血大概是在5000毫升 那么如果说出到这个总的这个血容量的30%到40的时候 人就可能会出现休克 可能会突然心跳呼吸就停止了 也就是说出到40%就有这样的风险了 距离手术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丈夫寸步不离地守护在杨夕身边 原本不善言识的他此刻尽力讲笑话陪妻子聊天 多年的相知相伴已经让他们之间有了足够的默契 手术有可能遇到的糟糕结果两个人都心知肚明 但谁都没有主动提起这件事 我都不敢想 不敢想 他们就每天给我发家里的新的一些照片啊什么 因为一直装完了以后就没住过一次一天了 对 然后就是说我就老豆头说我还有命有机会去享受 这一天是杨夕手术的日子 全家人都守护在手术室外焦急地等待着 手术会顺利吗 子宫能保住吗 杨夕和孩子能平安吗 由于手术的风险和难度非常大 为了谨慎起见 北京朝阳医院的产科主任张正宇和陆军利决定一起上台手术 同时十几名医护人员在旁边待命 要尽最大努力去挽救杨夕母子的生命 手术的第一步是迎接新生儿 很快 宝宝对顺利的起初 他用响亮的哭声宣告了手术第一步的成功 助产是故意把孩子抱到杨夕面前 让他亲吻自己的宝宝 由于麻醉药效的作用 杨夕对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没有任何印象了 此时的胎盘已经变成了一个大血团 不停地出血 不容犹豫 陆主任迅速决定放弃保留子宫的A计划 采取切除子宫的B方案 然而 这正是手术最难的部分 有人会觉得把胎盘和子宫快刀一切 不就可以了吗 但实际上 胎盘像豆腐脑一样 一碰就会血流不止 何况他要穿透了子宫 粘连在膀胱上 此时的每一分每一秒 都是在和死身抢时间 手术一方面要堵住子宫 这个出血大源头 另一方面要预防阳气出现器官衰竭 更重要的是 还要把粘连在膀胱上的拍盘 切下来 真的是惊心动魄 因为他一大量是血流生命体征就会有波动 六次大起大落的这种波动 此刻 刚刚产出的小宝宝已经被送进了新生儿监护室 睡梦中的他不时露出甜甜的微笑 他还不知道妈妈正在经历着什么 这个柔软鲜活的小生命 正在等待着妈妈温暖的怀抱和甜蜜的亲吻 而手术室里的妈妈能否挺过这个难关呢 第二天一早 陆主任早早来到ICU病房 在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手术后 杨夕的气色看起来还不错 看着他清醒的回答问题 排掉功能良好 其余各项指标也都恢复良好 陆主任感到特别高兴 而这半年多来的相处 杨夕已经对朝阳医院的医护人员产生了不一样的感情 他知道在一家四口的背后 永远有这些人为他们保驾护航 后来过两天回来以后觉得 哎呀我还活着呢挺好 只要他们俩能健健康康的 我们家四个人能够在一块 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事情 首先给准备生第一胎的孕妈妈们提个写 做剖宫禅的决定一定要慎重 最好参考医生的建议 不要因为怕疼怕受罪而轻易选择剖宫禅 记住能生就不剖 其次做过剖宫禅手术的新妈妈 术后至少避孕两年再怀孕 这样可以让子宫伤口恢复得更好 最好在怀孕前做个必超评估下子宫斑肯的情况 对于已经怀孕的孕妈在早孕期最好做一次必超 明确孕囊着床位置排除斑痕处认身的情况 定期做产前检查 如果一旦发现拍盘植入最好立刻住院治疗 如果有任何异常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聚能花盆 聚能窗户 助老按摩椅 这些既贴近生活又科技感十足的作品 竟然都是出自一组组中学生之手 看着小学生人们认真地展示着自己的杰作 我们不禁感叹到 我们的动手能力真的超过他们了吗 大雪纷纷的寒冬 整个世界仿佛成了一只大冰箱 但是在清华大学罗姆楼的多门厅内灯火通明 来自全国十六所中学的小选手们和行业专家齐聚一堂 参加本届由中国电子协会主任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工业信息化部指导的 全国青少年电子信息创新大赛 电子信息技术作为当今社会发展最快 青少年最感兴趣的学科之一 与当今科技发展与生活结合紧密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 利用电子信息技术来引导青少年踏入科学的殿堂 体验科学探究的过场 将帮助广大青少年提高科技水平及科技素养 相比较于前两届的作品而言 本届全国青少年电子信息创新大赛的参赛作品质量 有着明显的提高 作品的实用性及商业价值更为明显 比如来自北京三藩中学和北京十一学校一组小选手 改造的智能花盘 就是从解决续长生活中的问题出发 发挥想象运用电子信息科技技术进行解决的 好多人的家庭出差之后不能照顾花朵 所以花儿就死 干枯死掉了 然后这一些像我们也在QQ群上做的调查 就是说有超过一半的人都需要这种花盆 所以我们就决定做一个这样的花盆 仅仅是出于这样简单实际的理由 小选手们就开始了他们的动手制作之旅 其中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个既能够自动浇水 又能自动补光 甚至可以自动管理一个多月时间的智能花盘 小选手的努力不仅得到了专家的肯定 作为孩子的接护人 小选手的家长对于他们的努力也是看在眼里 来自家长们的支持 也是这些小选手们能走这么远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这三个小朋友呢是一组他们自发组成的一个团队 这三个小朋友然后刚都是上初一的同学 学习呢压力非常大因为他还在适应期 但是呢他们初一对这个得知这比赛之后 对于这个比赛的这个兴趣和爱好 他们每天加班到基本这一周都是到九点十点才能回家 回家之后再做作业 然后为了赶这个作品昨天晚上加班到了一点半 除了从解决生活问题出发进行的课题研究之外 还有一些小选手是从自己的兴趣和电子节目启发的方向进行研究的 比如来自上海市敏唐中学的邱宇浩 就和他的特斯拉线圈一起闯进了决赛 特斯拉线圈又叫泰斯拉线圈 因为这是从泰斯拉这个英文名直接英语过来的 这是一种分布参数高频串联斜震变压器 可以获得上百万伏的高频变压 同属于脸说它是一个人工闪电制造器 在世界各地都有特斯拉线圈的爱好者 他们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设备 制造出了炫目的人工闪电十分美丽 我一开始做特斯拉线圈纯属就是因为它有趣 但是后来我发现了它的应用价值 它可以无线传电 它可以隔空点亮荧光灯管 所以我就想要改进这个特斯拉线圈 及时改进一点点 通过改进特斯拉线圈的打火方式和电竞模式 秋雨后制作线圈要比传统的线圈发热更少 效率更高 使用时间也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 别看这些选手的年龄不大 但是作品的着眼点就不小 他们既能制作应用于生活和工业中的功能进气线 也能关注安全 从整体出发 研制了一个能够通过传感器感应和单进机计算 自动规划逃生路线的报警指示系统 而这个系统的作者 竟然只是三个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初中生 目前市场大部分产品全部都是单一的 而我们则是把多种系统结合到一起 然后在火灾现场的时候呢 我们会根据人流量还有火灾的分布情况 然后来给逃生的人们规划出一条实时的道路 然后会更加的更加的精确 然后也避免一些更大的损失 这次大赛的亮点 不单单只是展现了这些选手的聪明才智和动手能力 更重要的是 从他们的作品中 我们看到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 和对中华传统美德的继承 来自北京师班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小选手们 就是从解决儿女天天为老人按摩不限时 护工按摩质量不稳定 专业按摩费用太高这一难题出发 创造性的发明了一款 助老按摩机器人 一个深层次的放松 而不是只是一个按压的效果 而且它比那个坐在就沙发型的那种按摩椅的范围 维度要更广 它可以按摩到前后背 您想按哪就按哪 要比市面上其他的按摩机器人便宜 而且体验效果更好 小选手们为了制作这个助老按摩椅 也是绞尽了脑筋 不过 看着自己最后的成果都满足了当初的创想 小选手的心里也一定很高兴吧 看着一件件令人惊奇的作品 从小选手的手中诞生 我们不禁感派 这些小学生经营的创造力和动手能力 当然 创造的过程总不会那么一帆风顺的 各种运想不到的困难 也一度阻碍着小选手前进的脚步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智能窗户小团队 就跟我们分享了他们在创作过程当中的一些困难 我们中途遇到了主要有两个问题 就是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在人工开窗的时候 那个摩擦楼后摩擦那个窗户关 然后就是难以那个推动窗户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没有达风传感器 于是我们就想到了用一个声音传感器 采集吹风的时候发射的声音 来自动关窗户 没有大风传感器 就联想到大风呼呼的声音 而改为声音传感器 小选手们这种敢想敢做的精神 深深地打动了现场的评委 正如评委老师王志军所说的那样 我们的教育过程更注重的是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当然 这种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发现问题的能力 分析问题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只能让我们成为一个技术的追随者 而发现问题的能力 则可以让我们成为技术的引领者 相信对于参加这次大赛的小选手来说 他们的收获不单单是获奖的荣誉和自豪感 更重要的是 他们能不断发现问题 观察生活 享受科技 为生活 为社会 带来的巨大便利和贡献 近几年来 宫廷剧大兴起 像宫所心育 步步精心 甄嬛传等等 后宫争斗 花样百出 其中不凡 低血厌倾 淫珍嗜毒等清洁 那么 这些宫斗的手段到底拥有科学依据呢 一个装着水的碗 两臂血滴入 所有人都瞪大眼睛瞧着 如果两臂血没有相容 定要有人勃然大怒 这样经典的镜头出现在很多电子剧中 甄嬛传中 甄嬛被告发于太医温时初有奸情 低血认清的水碗里还被插了明板 低血后 温知初与皇子血液相容 但甄嬛却提出水有问题 究竟这个在电视剧中流传甚广的 威胁认清靠谱吗 下面我们就来到医院 请化音室的大夫帮我们做一个小实验 我们随机挑选两个没有血缘关系 并且血型不同的血样样本 然后把它们分别滴入烧杯中 我们可以看到烧杯中的这两滴血的状态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先各自围着 然后慢慢地扩散 渐渐地烧杯中的水变成了淡红色 看来这实验结果显然和电视剧中描述的是不一样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血液的主要成分有红细胞 而血液颜色就来源于红细胞 那么红细胞它进入水中 由于渗透压力原因 所有的红细胞到水里都会破坏掉 然后释放出血红蛋白 血红蛋白是溶于水的 所以不管你有没有血缘关系 这个血液放到水里都会破坏 破坏以后 再就形成这个血红蛋白的水溶液 然后看上去就这样溶解在一起 电视里的这种低血认清的方法 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科学道理的 血缘关系的准确的认定 现在最好的方法 是到医院去做一个DNA的检查 与低血认清桥段 经常同时出现的 还有剧中人物的小动作 加白帆加清油 总之总有方法 让主角化想为一 《甄嬛传》中 皇后是在水中加入的白帆 以此来让威胁出和皇子的血液相容 无独有偶 电视剧《寻情记》中 大便低血认清一幕 穿越到古代的相绍龙 也是利用加料的小动作 证明了甲嬴症与秦王的亲戚关系 那这些小动作真的可以干扰 低血认清的结果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 我们同样是将没有血缘关系 并且血型不一样的两滴血 滴入烧杯中 目前来看 血和水的界限还比较清楚 我们还能看见零散的小血滴和血丝 现在往烧杯中加入一小颗白帆 我们再来看看 接下来烧杯中会发生什么变化 白帆很快溶解了 而刚才那两滴血液几乎瞬间就孕着开了 从肉眼看来 是真的融在一起了 由于血液 我们所说血液的融合 实际上它红细胞破坏 溶解在水中 加入白帆以后 由于白帆的净化作用 净水作用 那么可能会使它很快变轻了 像感觉像是加快了融合作用的效果 既然加白帆的这个小计量被拆穿了 那在水里加青油呢 会对结果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同样是在滴入血液的烧杯中 加入少量的青油 我们可以看到 油滴到水里之后 随即就浮到了水面上 几乎没有与水中的血液有任何关系 这两滴血液最终也还是化到了水里 看来在水里加入青油 也会影响结果的说法 也不是正确的 那么青油呢 它漂浮在水面上 它跟那个血液呢 密度不一样 它对它的影响呢 应该是更小的 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 很难影响到那血液融合的效果 尽管滴血认清 没有任何科学道理 但是因为夫妻血型不合 引起的新生儿融血症 却需要提高警惕 这个病以ABO血型不合最常见 其中最多见的是母亲为O型 胎儿为A型过B型 因此必要的产前检查 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宫斗剧中 为了使自己平安地度过怀胎十月 并顺利产下龙胎 后宫的妃子 可谓是煞费苦心 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剧中的 嫔妃怀孕的时候 都要吃滋补生物燕窝来安胎 有的害怕流产的 还会请来律衣熏爱 并在宝胎药中加入暗夜 以求龙胎安稳 甄嬛传中 安宁荣怀孕的时候 有流产迹象 太医就在她的药里加入了暗夜 同时还在房间里熏爱 作为宝胎的最重要的方法 那燕窝和暗夜对保胎真的有这么大的功效吗 暗夜呢 它是一个心苦温的药物 在我们临床上呢 我们主要是把它用在 虚寒性的月经不调 崩漏下血 公寒不孕 以及妊娠的先兆流产这方面 所以对虚寒性的妊娠先兆流产 还是有一定的保胎作用的 虚耐它的主要作用是来自于 它的产生的回发油 回发油呢 有杀菌之可平喘的作用 那么在一般上 我们都用于预防感冒 但不要应用的时候呢 不要过量 因为它会对人 它有小毒 对人体会产生不必要的副作用 而对于保胎 宣爱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既然暗夜对保胎来说没有什么作用 那营养圣品燕窝 对于安胎总该有点作用了吧 要知道 现在有很多有条件的准妈妈们 也都会在怀孕的时候吃点呢 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 燕窝的功效并没有那么神奇 它所含的蛋白质 黏多糖 微量元素 都可以从我们的普通食品中获得 而且呢 更为优越 所以呢 昂贵的燕窝 只是一般的营养品 用燕窝来保胎 那就更是神话了 在《甄嬛传》中 除了那些保胎的食物 还有两样致命的食物 也给广大的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个是安林荣临死前吞下的杏仁 另一个就是齐飞轻坐的 产有家竹桃之夜的栗子高 在剧中 安林荣因多庄各式败露 被皇上打入冷宫 让他不能求死 日日命人长走 万念俱归的安林荣 通过吞食苦杏仁 而自尽求得解脱 那安林荣吞下的苦杏仁 和我们平时吃的杏仁是一样的吗 杏仁呢分两种 一种是甜杏仁 一种是苦杏仁 苦杏仁呢常用于入药 主要治疗啊 咳嗽气喘 痰多 而我们平时吃的呢 比如说包汤啊 做面包做点心呢 都是甜杏仁 那这么说来 我们平时吃的甜杏仁 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不论生熟都可以吃了吗 杏仁中呢含有毒的苦杏仁蛋 甜杏仁中呢含的比较少 在熟制以后呢 基本去除了 苦杏仁中呢含的比较多 但是呢 他入药以后监制也可以去除 只是一次性的大量食用 没有处理过的苦杏仁 是可以引起中毒甚至死了呢 看来边界设定的安丽蓉 吞几颗苦杏仁而死的桥段 的确是有点夸张了 那齐飞做给甄嬛吃的 参有家族桃汁液的粒子糕 又是否真的会让甄嬛流产呢 甄嬛是一个护寒的药物 其主要成分是抢心袋 这个抢心袋呢 有自己心胃肠平滑肌收缩的作用 同时呢 它也会引起脂肛平滑肌收缩 那么这样可能就导致流产的风险 那么贵枝呢 是一个心肝氛的药物 那么它是一个 咱们在农床上 正常用于温通血败 如果贵枝和家族桃 同时运用的话 那么可能引起流产的风险更大 除了孕妇 其实我们普通人 对于家族桃也应该注意 因为家族桃容易致人过敏 果实不能吃 叶子与根茎中的枝叶 不宜触碰 否则时间长了 容易导致失眠 说到吃 在宫廷剧中 有一样东西和吃是密不可分的 它就是银针 银针可以说在宫廷剧中 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甄嬛传》中 沈梅庄被皇帝误以为假孕 而被禁足时 有人想置他于死地 暗地在他膳食中下毒 后用银针探入 发现银针尾端变黑 梅庄健壮 花容失色 用银针试毒 在很多古装剧中 都能见得到的 就是拿根银针 探进韭菜中 如果变黑 就是有毒的 那这个方法 用到现代还靠谱吗 我们是不是 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来辨别食物的好坏呢 为了求证 这个方法的可靠性 我们找来一件银饰 并选取了几种 常见的食物 以及真正含毒的杀虫剂 并逐一与银饰发生接触 看看银器表面是否有颜色变化 我们首先将猕猴桃切开两半 将银饰放着其中 将猕猴桃枝将其浸墨 十分钟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原本擦拭光亮的银饰内壁表面 竟然蒙上一层黑色的物质 接下来 我们再把银饰插进苹果的果肉里 二十分钟之后 我们把它取出来 银饰的颜色没有什么变化 然后我们再把银饰插入煮熟的鸡蛋黄中 结果发现 插入鸡蛋黄中的银饰 在一分钟之内 表面迅速变黑了 下面我们再把真正有毒的杀虫喷雾剂 喷洒在银器表面 结果会是怎么样呢 没想到 真正接触有毒的物质后 银饰反而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这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说 猕猴桃和鸡蛋都有毒 杀虫剂反而是安全的 这个呢 主要是由于这个猕猴桃和蛋白里面 含有一些硫化物和含硫的硫化物 那么它跟银作用呢 会产生硫化银 在银的表面形成一种黑色的物质 也就是硫化银 而很多食物中呢 含硫化物 这种硫化物呢 对人体是没有影响的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既然银针无法来鉴别毒物 那为什么在宫廷剧中 会如此频繁出现呢 在中国古代呢 最常使用的毒物呢 主要是皮霜 皮霜的主要成分呢 是三亚花二参 由于生产技术比较落后 当时提取皮霜呢 经常会混在有很多的硫化物 那么这些硫化物呢 跟银表面反映 发生这种硫化银 是黑色的 所以我们拿银针 测入含有皮霜的食物中呢 会使表面出现黑色 实际上它测的不是毒物 测的是毒物里混的硫化物 但是呢 对于当时的这种条件下呢 它也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虽说银制餐具并没有 试毒的奇妙作用 不过在使用过程中 一些银离子会进入到食物当中 而银离子有强力的杀菌作用 所以对健康有一定的好处 例如 用银制杯子盛放牛奶 就比用普通容器盛放 腐败的更慢一些 冬季是个万物肃杀的世界 皱短夜长 人的身体受气温严寒的影响 抵抗力大大降低 此时 一碗暖彻全身的热粥 既能驱赛阴寒之气 又可谓人体补充养分 若是在其中加入一些重要食材 还有了解之效 可谓一举三得 家住朝阳区的小沈 是个南方女孩 对吃特别有研究 是个点击的吃货 平日里 没事喜欢自己下厨 做点好吃的给自己 在熬粥这方面 她也颇有心得 今天是周末 小沈在家休息 想着平时外面的味精 吃的太多了 所以她想 今天做点清淡的粥 来调理一下肠味 平时我工作比较忙 所以经常加包还有出差 我经常会包一些汤 来调剂一下生活 因为我的睡眠质量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经常会自己做一些饭菜 这样也会更健康 喝粥是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 不要小看这一碗粥 在米粥里加入各种养生食材 可以起到不同的功效 因为我平时做饭的时候 不管是做米饭还是做粥 我都喜欢放各种的豆子 还有米类五穀杂粮 这样对身体非常的好 因为粗粮有膳食纤维 然后所以对人身体是特别有益处的 小沈今天就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款四黑粥 光听这名字是不是就特别的滋补呢 之所以叫四黑粥呢 是因为它是由四种黑色的食物组成的 有黑米 黑芝麻 核桃 首先我们来洗一下黑米 然后我们把黑米放在旁边浸泡两个小时 然后我们来洗一下黑芝麻 然后我们接下来来洗核桃 咦 这只有三种食材呀 另外一种去哪了呢 另一种食材呢 在这里 原来小沈口中的另一种食材 就是我们产生的黑豆 可是这黑豆为什么要放在冰箱里储存呢 把黑豆放在冰箱里冷冻 然后再拿出来用 这样的黑豆呢 更容易放在锅里被煮烂 黑豆买回家洗净晾干水分后 可放入冷冻柜保存 要用的时候取一些 水开了以后放黑豆 这样黑豆容易烂 我们现在来给锅里加点水 接下来呢 我们要先把黑米 黑芝麻 还有核桃放进锅里 核桃呢 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 因为如果要是家里只有生核桃人的话 需要把核桃的皮扒掉 因为不然的话 粥会有一点苦涩的味道 会影响粥的口感 等到水开了以后 我们再把黑豆放进去 然后转小火 然后转小火 煮到粥烂就可以出锅了 我们把盖子盖上继续煮 这款粥呢 这款粥呢 主要是黑色的材料 所以呢 黑煮肾 主要呢 是补肾的功能特别的好 除此以外呢 像养胃呀 强心 健脑 滋阴 补气 补血 效果都非常的好 粥呢 一般清淡 易消化 我们建议呢 晚餐食用 但是呢 这款粥呢 一定要煮烂 容易消化 而且呢 它还含有黑豆 黑豆容易呢 辅胀 一定呢 要适量 芝麻呢 和核桃仁呢 含的脂肪比较多 量呢 也不可以过多 这款美味的四黑粥 您学会了吗 提到冬季滋补 我们就不得不提到羊肉 羊肉属于微热性的食物 可以说是最适合冬天食用的肉类食物 冬天吃羊肉 可以提高身体免疫力 遇寒抗病 可是很多朋友都不喜欢羊肉的山味 那如何做出一款既美味又营养了羊肉粥呢 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小张家里瞧瞧 张先生虽然看起来年纪轻轻 但是喜欢美食的他 在做饭方面有自己的一套小窍门 因为冬天天气比较寒冷 我本人有比较害怕寒冷 所以我经常在家里面做一点羊肉吃 这羊肉虽然是个好东西 可是那一股子山味 让很多人都望而却步 那接下来张先生的这碗羊肉粥 就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呢 要想把羊肉粥做好呢 最主要的是去除羊肉的扇味 而我去除羊肉的扇味 主要靠两种东西 原来张先生口中的宝贝就是萝卜和绿豆 我们首先把萝卜用筷子扎几个洞 然后我们把扎了眼的萝卜 还有羊肉绿豆一起放到锅里 现在我们加一碗水 放过来一起煮 这样处理过的羊肉就没有扇味 不需要放大料 只要用这么普通的萝卜和绿豆 就能除去羊肉的扇味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羊肉呢有这个扇味大家可能呢不喜欢 它主要来自于这种羊肉中的挥发性的脂肪酸 羊肉和萝卜一起煮呢 萝卜可以吸走羊肉的扇味 让口感更好 或者呢您在烹调羊肉的时候呢 加一些茶叶呀山楂呀醋啊 都可以消除羊肉的扇味 大约煮十分钟左右 我们就可以把羊肉尝出来备用了 接下来我们把姜洗净去皮切成末 羊肉切丝或小片 你用清水洗净 我们首先在砂锅里注入适当的冷水 现在水开了我们把火关小 然后我们把米倒进去 然后我们继续用小火爆约二十分钟 约二十分钟以后呢 我们放入羊肉和姜丝 再加入盐和这个胡椒粉 然后再用小火爆约大概三十分钟左右 我们就可以使用了 羊肉富含蛋白质维生素B1维生素B2维生素E 钙铁链等多种营养物质 以及少量硫氨素和黄素 银克酸等营养素 营养价值很高 羊肉呢有补虚散寒的作用 所以对于风寒的咳嗽 慢性肢气管炎 病后呢 产后虚热者呢 有一定的治疗和补虚的效果 特别适合冬天食用 羊肉虽好 但是呢 对于三高人群 肥胖的患者 还有胆齿症的患者 一定不要过多食用 冬季天气寒冷 人们不知不觉就吃多了 所以这时有一款粥就派上用产了 它就是苹果粥 苹果粥具有生筋 润肺 除烦健胃 开胃消失等作用 家住西城区的小王 平时工作非常的忙 而且作为一个男孩 他也不怎么喜欢做饭 尤其是一个人住 有的时候 虽然在外面吃点就是一顿饭了 时间一长 小王胃变得有点不太好了 现在只要我不好吃饭 胃就特别容易不舒服 一次偶然的机会 小王从朋友那里听说喝粥养胃 于是就想着有时间的时候 也自己熬点粥试试吧 那些太复杂的养生粥 我也不会做 然后也没有时间去研究它们 我觉得这款苹果粥呢 非常适合我 简单方便又有营养 只欠小王先将苹果洗净 去皮 切块备用 然后把大米淘进 放入锅中 咦 小王怎么往锅里放这么多的水呢 不怕粥太稀了吗 我加那么多水是有原因的 原来在煮粥的过程当中 如果总是不停的加水 会影响粥的粘稠度 所以上火煮前 最好一次性把水放足 掌握好水米的比例 不要中途的添水 这样才能够保证熬出来的粥美味可口 等到白粥煮沸 加入苹果 盖上盖子再煮一会儿 待粥煮熟之后 放入白糖 然后再煮一会儿就可以了 如果不喜欢这样的话 也可以把粥煮熟之后 把苹果榨糖汁加入到其中 苹果呢 营养丰富 但是生吃和熟吃的效果是不同的 生吃呢 它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 可以润肠通便 但是做成我们这个苹果粥以后 它就有收敛的作用 对于腐蟹的病人更适合 可以起到止蟹的作用 而且苹果粥还是一款不错的美容养颜粥 冬季喝粥虽好 但是也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的 例如早上喝粥 其实是最养人的 每天早起 空腹未须 可以喝一大碗热粥 使肠胃得到滋养 不会增加消化系统肤度 也不必导致肥胖 同时感冒时也建议多喝热粥 因为喝粥有助于人体发汗 散热 去风寒 能够有效促进感冒的治愈 其次 老人定不适宜天天喝粥 人老了 消化系统衰退了 吃掉的喝粥的确有利于消化 但如果天天如此 反而对身体不利 因为喝粥不用细嚼 缺少咀嚼 会加速老年人咀嚼器官的退化 粥类食物中 纤维含量较低 不利于老年人排毒 最后 则是糖尿病患者不宜喝月食粥 因为月食粥基本上都是咸粥 比如最常见的皮蛋瘦肉粥 这些粥都是加入各种鱼肉蛋内作为配料 鱼肉蛋内或多或少的含有盐分 所以喝这种粥得到的总盐量是相当不少的 对于高血压病人并不合适 在此 月食粥都以百米粥为基础 一碗粥的量又比较大 所以不适合糖尿病人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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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